大家好,我是木尾,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父母下落不明十岁孩子接管一板财产的故事 一座金币辉煌的城堡里,一个名叫李奇的孩子含着金汤池出生了 他的父母是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他自然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孩子 他的日常不是享受剪发美甲,就是开着自己的小汽车在家中驰骋 除了得到衣食住行上奢侈的享受外,逐渐长大的李奇也承担了不少超越统领人的责任 小小年纪就得代替父亲出席一些活动 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同龄人该有的自由和快乐 李奇家中有一座科研工厂,工厂里的教授负责给他研究各种高科技玩具 比如能防尘防水防污还防弹的布料 再比如能通过气味智能识别物体的工具 还有花了数百万美元研制的机械风 李奇在学校结交的朋友均是资产雄厚的富二代 所以他们开口闭口都是精英教育下那些严肃且高端的话题 李奇觉得没劲透了,心里愈发渴望和普通的同龄孩子玩耍 因为要上得拉丁克推迟了一个小时 李奇来到了普通孩子所在的棒球场 在提出一同玩耍被剧后,李奇失落离开 管家为了让李奇开心,趁李奇父母出差的时候 将那些孩子邀请到了城堡中 孩子们在李奇家里享受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和玩具 飙卡钉车,开游艇,甚至是在游乐园才能坐的过山车 在他们开心玩乐的时候,另一边的李奇父母 却因为被人偷偷在飞机上放了炸弹,坠机后下落不明 偷放炸弹的是想谋夺家产的李奇舅舅,范先生 他打着将飞机上的一家人炸死 自己便独吞李奇一家财富的算盘 但他没想到的是,李奇根本没在那压飞机上 可对付一个孩子,范先生显然胸有成竹 他当权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联合工具厂谋取暴利 为了阻止他的胡作非为,李奇申请休学后回来接管公司 12岁的李奇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高管 范先生生气之余,却依旧没把这样的小鬼放在眼里 不料在小小的李奇身上,竟然展现了非一般的商业才能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盈利不断,各部门业绩,破纪录上升 范先生再也坐不住,于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他先是栽赃管家和李奇父母遇害有关 将管家从李奇身边调离,让自己顺利成章成为李奇的监护人 教授在监听到范先生要杀害管家的讯息后 立刻跟李奇商量拯救管家的计划 李奇用教授发明的强腐石器将管家救出来后 去找自己的小伙伴会合,小鬼作战团就此成立 在夜黑风高的时候,他们利用工具投掷肥料袋将守卫打晕 偷偷潜入城堡将被绑住的教授救出 再通过一种特殊的事迹引开看守的保安 在他成功潜入自己的房间,想通过卫星定位移寻找父母时 却见到了已经被当成人质的父母 范先生要求李奇父母将金库的位置说出来 不然就会对李奇下手 没想到到达金库后,见到的都是一些生活旧物 在李奇父母眼中,家人的共同回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范先生自然觉得自己被耍了 就在他想对李奇父母下手时,李奇忽然出现 在一家三口的联手合作下,他们成功逃出坏人的围追堵截 范先生最后被李奇父亲解雇,成为了只配帮李奇捡球的仆人 经历了这场风波后,李奇收获了一群真心相待的小伙伴 他的人生也更加圆满 本片导演用制作上的优势,搭建了多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室内游乐设备 足以令人大开眼界,堪称富豪版的小鬼当家 本片来自喜剧片小富豪李奇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穆瑞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穆瑞,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